点击上方转化医学网订阅我们,干扩靠普实用,道度,研究背景,今年来WES已成为孟德尔遗传病的主流临床研究或检测方法,然而,由于二代测序技术的读长较短,WES的大部分检测结果,约60%到70%为阴性,即使基于二代测序的全基因组测序, Hoginone Secrecy,WGS似乎也不能显著提高诊断率,且性价比不高,因此,WESWGS阴性病例已成为目前遗传病例床研究或诊断的巨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的WES和WGS对结构变异等复杂区域的检测,长辰无能为力,长读长测序技术,也成为第三代测序技术, 如Oxford Navalport or PECB or SMRT 测序技术,凭借超长读长,及DGC偏耗性,直接检测假计划的优势,突破二代测序技术瓶颈,弥补了基于短读长测序的WGS的不足,可精确检测结构变异,串联重复序列等, 从而提高更多疾病的诊断率,研究内容 Tawawian Darlite Fuses,HP-0000295,腹部龙突,pro tube around abdomen,HP-00001538,甘体肿大,Hepicose plenonegly,HP-00001433,臀部和续腕, 表现来骨质疏增 Osteoporosis HP-0000939 空腹血糖值为0.1gmol 达到危险的低值 胆固醇 钢牛三纸和绿的水平不正常 肝脏功能检查结果显示 症癌来生高 R-Sport和其他生化异常 血清铜和铜蓝蛋白材料正常 通过临床表形及生化检查 初步判断该患而可能 患有藤原类疾病IA型JSTIA 全外线子素检测 为验证临床上的初步判断 首先对患者进行全外线子素测序 结果显示 患者的TOPC基因上 存在一个全核错意突变C 326DA 单位点在蛋白训裂中 高度保守VP 根据OMRM记载VP2 染色T17Q2号上 编满葡萄糖 60酸酸酶的G6PC基因上的 唇核 后复核杂核出变 可能引起 JSTIA 遗传模式为常染色T隐形遗传 结合生物信息分析软线 interval的预测结果 按照ACMG2015版指南 将该变异定期为Larkly Pathogenic FigE D6PC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血液 在该位点位高度导手区域 FigROMIM对D6PC基因的介绍 结合家族是问群 推测患者的父母 可不服 只有母亲携带该被变的杂核变异 父亲被携带变异 那群外嫌子组检测到的患者的 群核变异从何而来 FigE D6PC患者及其父母的 三额验证结果 难道是由于父亲存在生殖细胞 相合现象 于是又对父亲的血液和精子DNA 进行了三额测试验证 然而测试结果并没有给出 确定的答案 在父亲定次DNA的C 三二六位点出现了一个 小的A的内基因峰 和一个更小的C的内基因峰 FigE D6PC患者支付血液 组合精子又DNA第三额验证结果 长度长测试鉴定出结构变异 在该案例中 Web无法解释致病变异和遗传模式的冲突 无法确定变异来源 无法精确诊断致病变异 于是研究人员采用最新的 Menopor长度长测试技术 对患者进行全基因组检测 在12的B测试深度下 在患者D6PC基因的一个等位基因上 检测到长达7KB的缺失突变 CHR17G4104990441057049 JL714U JLCH3 7 有四条Menoporate 能对该缺失突变进行支持BIG6 通过定量RPCR和Sender测试 也很好地验证了这段缺失变异 BIG7 BIG6四条Menoporate 显示的缺失区域 BIG7定量RPCR和Sender测试验证结果 该缺失变异 应该了G6PC基因的五条节区域 外弦恨一 内汗恨一 外弦子二 内汗子二的一部分 共计7125BP 最终导致了基因功能丧失 Loss of Function 最终诊断结果 该患者携带来自母亲的错意突变 C 326DA和来自父亲的缺失变异 CHR17G 4104 9879 410570 L3GL7125 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 胚胎之乳前遗传血诊断 为了能够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该家庭选择了进行试管婴儿 当四个胚胎发育的能胚气时 对胚胎进行止乳前遗传血诊断 并根据之前明确的错意突变 C 326GA和缺失变异 CHR17G 4104 9879 4105 7003 L7125 通过PCR判断出四个胚胎 绝没有缺失变异 但是四个胚胎 均为错意突变的携带者 最后 通过中科考虑 将最安全的胚胎植入到母体内 母亲运持九周时 采集羊水进行基因检测 检测结果这时的胎胎是错意突变的携带者 C 326GA 再没有遗传父亲的缺失变异 CHR17G 4104 9879 4105 7003 J7125 新生儿出生后易进行血糖 肝脏 皮脏等检测 结果显示不表现 JFDIA 研究结论 基于二代测序的SWGF的阴性报告 一直是理床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本门开拓性的应用ManoPod 长度长测序技术 突破二代测试检测基因结构变异的技术瓶颈 不仅吃患而得到确诊 也来患者父母再次生日进行PG 于是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而助力月日更健康的宝宝 希望组 作为全球最大三代测试应用公司 全球最大的Exper Menoport测试中心 致力于研发和推广长度长测试技术 在医学中的应用 目前以重磅推出华向万人SV 旨在构建中国健康人群高分辨基因组结构 变异图谱 单见及精确度的DNA假计划图谱 弥补目前基因组处之枯的控制 进而通过最大规模的疾病群体 进行基因组结构变异分析 明确广泛的疾病科并正相关的 罕见遗传变异 这将对中国人群基因组学研究 遗传性疾病研究 经济医疗应用等领域 产生重要的科学及领床价值 参考文献 Hepami out Japan took a young at a long read sequencing identified the causal structural variant in a an exam negative case under enabled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byorexia preprint for the posted on-line made 21-2018 转化医学领域和新麻糊 商务合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